而且現在中速鎮 因為比賽的時間 今年的比賽其實平均從瑞士倫結束之後 瑞士倫整體的時間場是平均33分鐘 這個時間其實就是比較在中速然後準備接後段的時間 中速的這個節奏我覺得確實會是今年比賽比較大的重點 然後就是你拿到優勢之後你的優勢有多大到足以去讓你輕鬆的B團 或者是你在B物件上面的時候你是有餘力同時打物件 甚至去分神找機會開團的 這點會是在拿到中速鎮的隊伍要贏遊戲 甚至做到我們說是Endgame比較難的部分 沒錯 馬上贏來的是今年英雄聯盟2020世界大賽的八強 第一場對決在前面的前導片也已經看到了 整體的位置我們已經移到了巴黎 以巴黎鐵塔剛剛的一個開幕 來為本次的八強賽打開了第一場的序幕 前面感覺這把喔 感覺是濃濃局耶 兩邊打也沒六等 蝎子有機會看一下 農農局你不喜歡嗎 你覺得這個沒有打架的比賽你會轉台嗎 我會轉台嗎 你再講個兩遍我可能會 冷靜一點嘛 你再問個兩遍可能會 有扣打的是嗎 有扣打啊 三遍啊 三遍啊 可以啊 我再看一下 請問要發育啊 但是還是可以抓入野抓打野的位置 還有我覺得只要有看過死毛德的比賽 現在大部分比賽大家節奏應該都還算可以接受 說起死毛德 現在沒什麼人選了 大家試過後 淘汰嘛 這個角色 淘汰 就是要玩起來真的沒那麼簡單 就強儒可能捐取寒華 你也是要等到他出關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看後面 是不是一樣有人用這隻去解壓你啊 看最後 直接來做一個前期壓力 直接派了 AD Lite 往上 然後就是自行換線了 然後輔助一開始就站在 而且位置卡得很好耶 這裡史卡得不知道 喔他沒吸到前排的 經驗 有有有有 他這邊可以吸到可以吸到 但是這是五隻啊 他少一隻啊 對吧 他少一隻啊 那 小風 但沒事 而且鱷魚好像也 鱷魚也少 所以這波中路的推薦打WP因為前期雙人組 以中二這個 中路兩人的角度上來說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經驗等級壓制 前期可以一直推薦 主要是這樣子 阿里本身對線就不好打了 而且自己的打野又是一個業區 其實前面好像 完全不能幫助到線上任何的支援 那這樣子其實小虎就會打得很舒服 哇 而這個換線可以完全感受到 雙方目前的等級差距 這也是今年大家在討論這換線的同時 最重要的一個角度 也就是等級上的問題 對 那可以靠瑞空往下走 是有兩等的 然後納爾這個怒氣下來 應該也是能扛住塔莎 所以等一下應該就等到瑞空到位 應該就會TP下來 那就看 右邊這個塔莎執行的到不到位 鱷魚有上鱷囉 是 誒 要踢嗎 看到對面四個人啦 那就是用交換的方式來去 交換一些護甲城嘛 但上路的護甲城基本上是換不太到的 有些隊伍會選擇TP啦 就像Priple的玩法就是 我TP下來死耶 沒關係 但我這個經驗要吸到 喔 來了 來了 對 就這個經驗他要吸到 他是變大了才下來 同時可能 兩隻一隻就可以三等 所以他完全沒有在怕 確實直接三等 往前跳要打 不過集結的目標 LNG要抓的會是Crisp 最終是被秒掉的同時竟然暫停了 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暫停時間 在死亡的同時暫停 我覺得這個尷尬的點是他打到一半 因為如果大家比較有印象就是 前面區2跟BLG的比賽就是 至少他是打完了 才暫停 剛才最後那個業取的Q的尾端有掃到 有拿到人頭 但塔下還是個二打四嘛 而且蝎子過來的狀態是滿的 納爾的狀態也不錯 所以是有機會留人再繼續拚下去 對 是能再打的 而且甚至如果剛剛LNG他的狀態好 他甚至你要再執行一波塔殺 你拉掉第一波 你再執行第二波都可以 沒錯 但不確定剛剛的整體的狀態跟血量 就是到哪個階段了啦 而且在被換線隊伍來說 他們其實就是能做的事情相對就會比較少 所以像這個塔殺我覺得在整體來說 就算剛剛其實是 就是死人的是WBG那邊 但我其實整體的節奏來說 打WBG是可以掌握住這個狀況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他們主動去換線 第一個點是 我覺得納爾TP下來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要故意等他變大 因為其實他剛剛下來的時候 他大概就是 我覺得可以亮TP的點 就是大概八九十怒就可以下來 但他可能在等那台炮車消失 就是他寧願不吸那台炮車的經驗 他也要讓對方的這個兵 他是能夠下來可以快速清掉 那就可以去避免這個塔殺 而且可以看到蝎子他是 他應該沒有全刷 我看他三等就直接Record走出來 所以其實這波塔殺他們是 算是想要用三個人去做到防守 但我覺得LNG處理得也很好 他們直接看中大的納爾 他們就直接O-In這個瑞寇 但整體的處理也 處理得也蠻完美的 因為雖然你一開始O-In 對方用閃線跟W拉開 但你還是有換掉 那你後續確實還有繼續 四甲二塔殺的空間 是 那目前說收到的消息是 LNG這一方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的話 至少就不是死掉的那一方 對 如果是死掉的那一方出現狀況的話 我覺得就會有比較多的討論空間 但是你剛剛其實最後暫停的畫面來看的話 其實打到 就是LNG整體四個人 基本上是已經拉開塔的範圍 他們接下來其實在考量的部分 可以往就是逃跑 或是往在後續進攻 就是看要不要再繼續打 不會到這麼複雜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事 沒有 因為你等一下納爾會變小嘛 那你如果那個鱷魚紅怒又好了 我就再咬一波 那我其實跟你做的交換 因為你納爾是交過TP的 我鱷魚的TP還在 我就算跟你做到1對1的對話 我還是可以TP上去 去跟這個艾希對線然後吸經驗 所以 暫停是不能溝通的 所以當下他們要馬上做出這個判斷 要一個心有靈犀 對對對 要可能 這個平常的默契就要做好啦 是 這個當下看一下教練 有沒有在賽前給出一些狀況的提點 那這樣子選手們才可以 在沒有辦法溝通的情況下有同樣的反應 這個尷尬的點就是 因為你如果 假設說你沒暫停啦 你可以馬上摳說 要繼續 要拉拉拉拉呢 還是要直接拉開再躍 但你現在完全不行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彼此是不知道 待會大家隊友會做出什麼樣的操作 哎呀 就考驗默契的時候 沒錯 壓力是比較大了 不過 這個隊局 目前前期的節奏在目前看起來 依舊是讓LNG坐在一個有益的位置上 不論是殺人或是在 就是被迫在交換了一個線路的情況下 其實下半的層數依舊還是一個 我覺得不真的事實啊 就是他終究可以拿到100多塊的一些經濟優勢 前期其實主動作交換的人 終究還是要想比較多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被交換的那一方 你只要就是在 打得穩一點 防守做好 因為其實也 這個換線的套路就是 不管是內許老師說的2.0啊3.0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要鏡像做塔殺 所以可能團練的內容都會變成 更傾向就是我前面 就是塔殺完之後 說不定一場是結束 可能AG就再下打 再下一把 再下一把 重新來了嗎 對 所以現在前期的重要性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呦回來 鱷魚被抓了 但衝進去了 他整也要被換掉 微微選擇往後走 哎那這樣子 當然就選擇了幫助了 自駕打野逃脫 最後是二換二哦 哎鏡也有死掉了 鏡也死了 最後是一個二換二 那其實對於打握必須來說 他這樣子的交換下來 上路的等級經驗差距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差距 就是Lite這邊還蠻舒服的 那反而就是Gala對位有點虧 但可以看到鱷魚他至少還可以TP啦 只是這裡有點被爆掉 他第一出來的囉 不知道Gala是什麼 可能剛剛被塔打死了嗎 就 剛剛畫面 暫停的時候他好像也沒到 嗯 而且LNG其實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相對是比較安全 我們來看一下 呃 這裡是下來 所以先all in 瑞空吧 我覺得這裡的處理都算 蠻 就是蠻果斷的 紅怒咬之後大家all in 把他秒了 為什麼雖然交錯了 閃現還是死了 被推到塔下 打死 後面 這裡有做追擊 打WG選擇要做交換 在人數的情況下 知道塔神知道自己會死 但還是選擇衝進去 用閃現的方式來去交換人頭了 對 然後這邊再Long 其實塔神這把打得 打得很好耶 就是他 他完全不刷野 他就是出現在 呃 可以幫助隊友擴大優勢的那一邊 剛剛下路那一波他就是反Cover 然後這一波就是直接讓這個 鱷魚完全玩不了遊戲 是 這場 Gala的 遭遇應該就會比較痛苦了 在交換的過程中 最終就是還是以犧牲的方式 不僅去處理了陷入的問題 而他自己上半部的經驗 估計是很難再繼續的 拿到了 而且主要是 他剛剛在塔下那兩顆都是助攻而已 他沒有拿到額外的經濟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納爾 這個經濟已經是有拉開 而且甚至 一經驗啦 納爾五等這鱷魚兩等耶 哇走出來又被Long out 他整還在上路 這說不定是NG沒有想到 這蝎子已經在上路鑄起來了 來到 紫卡常常用走位 但是在自己的上路二塔被擊殺 這一波WBG 就是要你紫卡玩不了 哇 不玩啦 這裡 直接那個 全屏啦 全屏啦 要這樣喔 還是要對話溝通 不是 而且 尷尬的點是什麼 他打野是個夜曲 他不能不六等 所以除非這邊 薇薇就是一開始也就是選擇 直接跟就是他神隊看 但這裡他是選擇 一開始就直接刷 然後這卡 他要直接 上線 那馬上又被懲罰一波 哇 直接 直接炸線了 他打WBG的主動換線 讓紫卡玩不了的戰術 是成功了 雖然在 其他路線的發育 其實也沒有被影響到 圈球女本來也就來到了六等 艾希其實也沒有收入後太多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經驗的問題 前面微博他換線的處理 就是做得很好 他防守做得好 然後這一波是 防守之後的進攻 是直接限制到對方的上路線 哇 哇 這一個對局 主動換線的打WBG 最多收穫了來自上路 打出了等級差的成效 哦 其實這裡 三等打五等 一個杜板剛才打 打一個350的這個 這個劍 感覺沒得打雷這個鱷魚 而且現在的 因為出杜板剛才的關係啦 薇薇就算六等之後 其實給這納爾的壓力也沒有多大 哇 還有在這個時間點 NG 輔助率先動起來 就算上路是劣勢 還是選擇要來打蟲子 誒 但不能讓納爾過來 納爾如果是有怒的走過來 微博是可以打打看 是 LNG用自己的人員站的角度 集結了上半部的芝卡 四個人合力 然後嘗試先把蟲子的資源給拿下 再打WBG的人已經集結過來了 哦 Q閃 抓到的是上半部的 BlazeBlaze 動彈不得 閃線交不出來死了 有點簡單誒 呃 其實這邊對方已經拉掉位置了 呃 微博他就只要慢慢的 把位置踩回來 中線推進去 他們就可以動這個蟲 可是這個 可能這個納爾沒有想到 對方會直接Q閃抓他啦 那這個蟲可能要再掉一隻了 哇 那打WBG 然後還要打嗎 呼吸是有TP啦 只是現在第一時間的位置也不好 想要在座的先手好像踩了出去 但沒想到竟然沒有踩到人 但他本身的坦度還能扛住打WBG 看到LNG選擇左右兩邊拉扯 實際要抓好 但好像沒事 反正隊友在座集結來抓人 Lite被留住芝卡衝了進去 倒到Scout的進場 秒掉了後排的Lite 此時雖然Breeze感到 但自家隊友已經倒下了兩個人 這一波WBG 人少看人多 但連續付出代價 隨著Breeze感到 看起來WBG想繼續的追擊 微微的狀態並不好 但後續追結人 C還是被控到 芝卡利用了E技能做到的撤隊 這波WBG 連續的人員集結 沒想到LNG卻是全部人都跑光了 很怪欸 如果WBG要打 應該第一時間就要叫 納爾TP 中塔或上塔都可以吧 再走過來 因為你看這個裝備 球女她一個水星斜加水滴 她沒有傷害 而且她剛大絕只轉一個人欸 這個團要怎麼拚啊 是 WBG看起來他們有 團戰的畫面 但這個團戰畫面沒有成立 怪怪的耶 就是這三個人 好啦 加艾西進來好了 雖然艾西第一時間根本沒打輸出 可是他們根本沒傷害欸 然後轉一個Rail 所以後面對方是五個人追著你打 然後你自己噴了一大堆招 納爾還是從家裡慢慢緩緩走出來的 就有點 有點怪 如果你要打的話 也不是不行 但至少要五打五吧 確實 這人數上的差距 已經在碰撞上 後續還想再做追擊 就算了